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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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這個週末午後 又來到我們加日科學廣場的一些活動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物理系的朱慶奇 也是這個加日科學廣場活動的計畫主持人 然後在每一場的這個加日科學廣場 我們都要非常感謝為什麼我們可以有這個活動的舉辦 是因為有國會的經費的支持 還有中央大學的這個 不管是場地或是經費的支援 那這兩個單位我們每一次我們都要特別的謝謝他們 然後今天的這一場演講 是我們這個學期的倒數第二場 可是很有趣的是 我們接下來的這兩場 有一點點PK的性質 據說 所謂PK就是我們講 第一 我們講的這個主題是類似的 然後呢 我們也很榮幸就是 我們自己學校可以培育出來 就是這麼好的學生 就是今天我們的Speaker 然後我先稍微介紹一下 那這邊有講一句 我們今天的這個講師是張志聰 應該說是博士候選人啦 但是拿到博士當然沒有問題啦 那他目前是在我們學校的電機系就讀 就讀博士班 那已經通過資格考了 所以應該拿到博士指日可待 可是呢 就是我們的志聰 他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是在 我談一下 我先稍微問一下 前幾個月在中正紀念堂 有一個未來科技狂想曲 這個展覽 我想問一下各位朋友 有去看的 可以舉個手 好 謝謝 然後有去體驗那個腦鍋的 那個腦鍋帽的 有嗎 有沒有 舉個手 就是有腦鍋來控制很多東西啊 腦鍋帽那個東西 好 那在座大多數的大朋友小朋友 是沒有體會到那個東西 或體驗到那個東西 然後可能也沒有去看那個展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 很臭小的 那個東西就是我們學校的團隊 自己研發出來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有這個機會 然後把這整個研發團隊的精髓的東西 帶到家裡科學廣場來 那我們當然要特別謝謝 我們張志聰同學 他的指導教授 是我們學校電機系的李柏雷老師 那李老師當然他公務繁忙 今天就沒有辦法過來 派他最優秀的地 然後過來幫我們組織這場家裡科學廣場 那大家聽到的題目應該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今天是有多少人 是因為這個題目 然後就 喔 這一場我一定要來 可不可以舉個手 就覺得很有趣 謝謝 不曉得朱老師那個年代 有一個廣告很有趣啊 我不曉得可能 媽媽媽媽會有機會跳到這個廣告 就是有一個人生病啊 然後全身打了石膏 在那個病床上是不能動的 然後他很想喝可樂 然後他就用他的念力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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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飛過來 他就喝到可樂 可是以前我們大家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天方夜然 你怎麼可能用你的腦波 用你的意志去控制物體 或者是控制儀器 然後達到你要的目的 可是看起來這件事情 現在好像可以成真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智聰同學 好不好 來 各位同學 謝謝 你太練好 我都來看這個東西 好 謝謝 好 感謝朱老師在前面的這個開場 然後 我首先我要先講一下 我們中正紀念堂的那個是屬於 誘發性的 何謂誘發性跟自發性 誘發性就是我們透過外界的東西 然後誘發到你腦波 產生到你腦波的一個相關訊號 那自發性是本身你的腦波就會自發的訊號 那我今天帶來這邊給大家體驗的是 屬於自發性的這種腦波 那等一下大家都有機會嘗試 那甚至到後期 因為我準備兩種 後期可以到 給你們去看你們自己的專注力 以放鬆程度 看你們會不會壓力太大 還是你們的 上課小朋友上課的專心度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講這一次的主題 為什麼我會說這是人類的潛能呢 因為其實在很多的地方 我們所人類自己的潛能 像譬如說你的雙手 你可以去做你很多任何的事 可是你對你的腦波這一塊 還是一個未知數 那因為我們腦波 我們的大腦裡面有分好幾個區域 像視覺區啊運動區啊語言區啊這之類的 那我們沒辦法去一一的control它們 就我們可以用來運用到什麼樣的層面 那我今天只是在這邊的一個演講 然後來講一下它的所有的 可以可能性的可以研發的一些東西 好 那第一樣為什麼說鷹武者的原理呢 因為我們大家可以看 我們以前不是看到鷹武者 好像就是說在 大家知道鷹武者這個意義是在什麼嗎 有人不知道嗎 不知道 好那我稍微解釋一下 它真正的意義是說 在以前日本五十後有君主 然後可是他可以找一個跟他很像的人 然後來做他的替身 然後譬如說在打仗的時候 就故意用炸死的方式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計測當中 可是後期很多電動都是按照這個模式來做這個鷹武者 因為就譬如說這個主角角色快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 他就可以變身 那這時候他可以運用他的一些機制 來創造出他身體最大的價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所做的腦波這方面 我們可以運用到腦波 然後去對一些東西做 譬如說我們今天譬如說 我們本身身體的基因 譬如說我們本身有心臟病 或是其他的糖尿病 這之類的 那當我們遇到這些病發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無法就是說 去聯絡 連像比如說打電話 去求救的方式都沒有 可是我們如果有這樣的 腦波冒了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直接 透過我們生理的反應 直覺用腦波所散發出來的能量 然後去通知醫院啊 甚至你要吃什麼 甚至你要去上洗手間或喝什麼 這都可以做的 然後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們腦波的訊號非常非常的小 它就像一般的那種乾電池 裡面的電量大概是百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在這麼微小的訊號裡面 去取出我們要的腦波的訊號 拿來去做一些運用 這是一個我們現在在突破的一些問題 那我們的團隊目前就是針對這個已經去做一些的運用 像比如說遙控車啊 飛魚啊 或者是冷氣的開關啊 甚至腦波打字機啊這之類的 那我要講一下就是我在我們的腦波裡面 我講比較簡單的是有兩種 阿伐波波 阿伐波波何為阿伐波呢 就是 阿伐波就是我們在要睡覺的時候 就是你很勞累 然後覺得 可是那時候你還沒睡 那時候你的能量是在8至12赫尺 這之間 你所用方的頻率會出來 那所以很多 很多不是外面就會看到 偵測你是不是要打瞌睡 還是什麼 就是用阿伐波來偵測的 因為當你很疲勞很累的時候 這個波形的能量就出來 可是當你睡著的時候 阿伐波又沒有 它是介於在要睡跟不睡之間 很勞累的地方 那 貝塔波就是我們在講 我們的張開眼睛的時候的專注力 我們一般就是講它的專注力 就是 我們去focus 就注意某樣東西 你所謂的一個認真的狀態 可是它當有貝塔波的時候 是應該不太可能會有 阿伐波的這個平台出現 對 除非你這個人是比較特異一點 不過還是有 對 好 那個 我現在播放了一個是 我們團隊最當初的時候做的 用腦波來控制這台遙控車 然後這個大概是距離我們中正紀念堂的 那個科技狂腔群 大概是兩年前的版本 對 不過那時候我們就已經做到這樣 然後當然是中正紀念堂的那個 版本是還算比這個還更好 對 然後我想說很多人都沒有去 然後這段影片大概是不到一分鐘 然後想說播給大家看一下 加上 儲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的受册者他专注于 好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影片的内容 我们会有一位受册者 然后这位是专注于我的荧幕正前方 我们会有一个遥控车上面会有一个摄影机 然后回传到我的荧幕 然后荧幕前方会有四个闪光的面板 然后分别是这个就是诱发性的 就是它会用发闪光的频率 然后我们视觉去眼睛接收 到我们的大脑去反映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东西去接取这个信号 来去控制遥控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右转 我刚才所讲的就是我们利用它的闪光频率 然后去用发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脑波 那我等一下我有带来这个大宝科技做的另外一组 它就是运用我们自己的专注力与放松程度来控制这个里面的一套游戏 那它的感应很简单 它就是像带我们的耳机一样 它是一个蓝牙式的 然后左边有三个点 它是负责在我们耳朵这附近的这个地方 然后前面有一个接触面积接触点 总共四个点 这个前面就是放在我们额头这方面 这个地方 那当然就是戏带戴上去之前 比较希望就是可以把头发剥掉 因为我们头发是一个阻碍的导电体 所以我们比较不能去弄到它这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几个小朋友 然后上来体验一下 对不对 然后依照情况而定 如果真的每位都想要玩的话也是可以 然后里面有四个小单元 第一个小单元就是 运用你的脑波专注力 去把这个箱子给吸过来 然后另外一个是推开 然后还有一个是扶上来 另外一个是烂烧 对这四个小单元 然后这一个整个小游戏玩起来 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很希望就是 如果没有去过中正纪念堂的人 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 一个也可以请各位爸妈 就是来体验一下你们自己的专注力 你平常工作有没有 现在假日有没有足够放松 然后给自己一个讯息 是不是该假日再多出去走走 好 那我们现在 好 那我们现在 我可以看到紅色的那台遙控車正在抖 然後有沒有看到前面有四個閃光的螢幕 然後中間是遙控車回傳回來的影像 結果整段就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進入就是大家應該是比較期望的 就是自己來操作看看 好那我想請我的助理上來幫個忙 我們為了公平起見 我在這邊問幾個小問題給小朋友回答 那誰先回答上來 就是從那一端做開始 我想問一下我們的阿法波是屬於自動性的 還是誘發性的還是自主性的 阿法波 好我手要三再舉手好了 這樣 好一二三 你幫我看好了 你來決定好了 你來決定好了 這個決定太難了 好那我手要三 好那我手要三喔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們的藍牙跟他老婆已經結束了 可以搜尋這個訊號 好那我請助理協助這個小朋友 就是進這個遊戲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左上角可以鍵盤前進後退左邊右邊 他可以讓你到走到最前面的第一個小關卡 好那左邊是你的專注 你現在可以就是專心一點看著這個小遊戲 那我可以看到他左邊那個能量似乎好像有點太緊張了 就比較沒有辦法這麼專心 可是對紅色的那個有沒有 當他越專心的時候能量會越來越高 好所以你看他的 他越專心他的專注越大 他就把這個東西給吸過來了 動作會越來越快 對 好換下一個關卡 好這個遊戲的小玩家是把這個東西給推開 看來這個小朋友的領悟力還蠻高的 很快就可以掌控他自己了 這個是要讓他這個箱子飛起來 這個是要讓他這個箱子飛起來 那個可以拿掉嗎 上面那個Poco 就是那個Flight F-L-O-O-T那一個拿得掉嗎 那個拿不掉那個是要介紹 我把螢幕放大一點 好換到最後一個關卡 好換到最後一個關卡 他是讓紙箱燃燒 讓那個箱子燃燒爆炸這樣 這個一個瞬間是有什麼東西 哦 那個還要記住 我記得你再一次 我把那個 領悟力還給你 這一個人 我把這個單手 好 這樣就是整個四個遊戲就完成了 好 那看這邊還有哪一位要再上來 我們開放一桌 就大概 有要上來就上來 就是先從這輪 我們盡量讓每位小朋友都玩得到 因為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遊戲 來讓我們的小孩子 他的專注 專心程度 然後與他的一些放鬆程度 來看他們的學習方式 透過這個小遊戲可以讓他們 對他們以後將來上課更專心 對 重開重開 那個因為 因為我們這個是屬於比較普遍性的 所以這個小朋友投的有點比較小 所以我們可能要請助理幫他按住 好 勉強有三格 用紙 Switzerland 不然有公園 很準一 fifty one 會不會有公園 這幾個不用管 幾個人追蹤 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因為 تم 好,我可以看他的專注程度 好像似乎沒有什麼起伏的這個樣子 有三個 三個就可以了 把壓住就好 看來人類的潛力是不能故事的 好,太厲害了 他又是三起 對 所以,他又是第三個就是 能不能像那個系列是要嗎 對 然後我們可以再另外 你看我們這個上面就用 褲蟲蟲蟲擋住 我們在進走幾乎 我們第一次就有褲蟲蟲 還有蟲蟲 準備好 哦 哦 哦 米妮 很厲害 哇 哇 小孩子要好好栽培 可能將來感到不一樣 我們結束之後問一下這個小朋友 還敢在想什麼好了 對 這是滑鼠的 要幫他戴啊 上面擦擦 要看這個上面 好 妹妹 你剛剛你有在想什麼嗎 沒有 真的嗎 現在要輪上場的小朋友 你們可以想一下 你們等一下是要想什麼 專注一樣事情 那是不是會比較容易誘發出來呢 你們可以想想看這個問題 還是只是眼睛專注 盯個一個東西而已 他就容易誘發呢 因為這跟我剛剛所講的自發性 跟誘發性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可以想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透過你們的想法 然後來做這項遊戲 那你們就可以驗證你們所謂的想法 還願意想要看INGS 拉好 disappointing 那你們要做策略 先謝謝 就是我們知道年紀越大小朋友可能就 他會比較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 因為在台上就沒辦法生煮 所以好像車頭會流為止那個 反正是年紀越小的然後成功率越高 所以我們現在就轉移一下他注意力 讓他專心可以做他的這個過彎動作 然後我們做什麼呢 我看到目前為止我有兩個感想 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爸爸媽媽是不是很想有一個這個 這個裝置回去 然後小朋友在做功課的時候就給他帶上 然後就發現那個左邊的那個 那個衝不上去 你現在沒有專心喔 對不對 馬上可以觀察他的專心指數 所以我們可能要問一下李柏仁老師 之後這個東西會不會量產 然後每一個爸爸媽媽都可以買一個回去 對不對 先坐著 先坐著 來 第二個 我猜小朋友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看別人打電動也是滿有樂趣的 可是看一會兒以後就自己很想上場打對不對 超想的 然後又說我怎麼這麼笨啊 怎麼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就很簡單啊 就走這邊左邊右邊 用力用力 這樣 就很想自己很想上場對不對 所以嗎 這邊喔是high tech高科技的產品 我們這邊有個low tech 主老師手上拿這個 這個也叫做念力擺 叫念力擺 也是念力系列 我們中大大學物理也是 其實是有一系列的產品 叫做念力系列 這是第一個開發出來的產品 叫做念力擺 怎麼叫念力擺啊 我用念力 讓這三個擺 隨便你指定一個 讓它擺起來 嘿 他笑了 我完全不相信 對不對 我怎麼可以用念力這個好擺 我一定要動它對不對 晃它 當然它才會擺對不對 沒錯嘛 那我如果說好 鏡子不動 不可以動 好東西都在這邊 然後我就用這個喔 而且我不用戴那個喔 我不用戴那個這個耳機 還有接觸我腦波 我不用 再來再動 等一下啊 等一下來 待會朱老師做什麼事呢 直接腦波 管它 Alpha Beta Gamma 隨便啦 卡 直接穿透 然後就看 到底哪一個動 好 所以呢 小朋友來 你站起來 站在椅子 好 小心不要對到 站高一點 可以喔 好 幫 幫朱老師 欸 不用啦 不用啦 我們保護時間不用 小時候你先等待機 你先幫朱老師喔 三個球 都讓它停下來 不要動喔 好 都不要動喔 然後 待會呢 你就選一根你喜歡的顏色 看你要綠色的 還是橘色的 還是紫色的 然後朱老師就會讓 用面力的把它動喔 好 你不相信嗎 你看 然後它停下來喔 差不多都停了嘛 然後那個橘色的好像也在動 好 好 你先告訴我 你喜歡哪一個球 紫色的喔 紫色的喔 好 你這樣所有的球都不動喔 我們大概就只讓紫色的 開始動的話 讓它停下來很難的 因為朱老師 手一直抖 差不多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我沒有用力動喔 我絕對沒有用力動喔 沒有用力動喔 沒有用力動喔 你要監視我喔 看我有沒有手 在那邊 用力動喔 我直接是用老坡 讓它動的喔 你要在這邊看喔 要監視多少時間 看我都不能講 我一講話就慌了 好 說話喔 然後朱老師說 開始 所有的人要跟著我一起 加持 讓這個紫色的朱朱 開始動起來 好不好 好 坐下準備 運氣 運氣 運功一下 好 謝謝 好 好 開心 很生氣喔 沒關係 不用吹他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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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吹也會動喔 沒關係 我用另外一絲 手來加持他一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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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說的 是有多少這樣 沒有對不對 為什麼他會動啊 妳會說 唉啊 你們物理系的人最喜歡騙人啦 誰知道這個裡面有沒有查甚麼機關哈 哪 搞公エ面有磁鐵啊 然後下面有一個中置啊 然後我就按一個開關就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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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動對不對 bt 不對喔 真的喔 謝謝你們這麼有信心啊 不是 所以驗證科學 這到底是不是科學 到底是不是念力 最好的方法 因為你要踢管嘛 你要踢管就是說好 紫色的會動 搞不好紫色有機關對不對 好 那你們換一個顏色 不要喔 綠色喔 每個顏色都要試一次喔 這個每個顏色都試一次 這件事情留給大家做 我先跟他講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各位你們待會也可以測試 我們待會每一組都會發一組下去 每個人都有機會做這個實驗 可是你現在是不是要專心聽 怎麼樣才會成功 說老師真的有念力嗎 怎麼可能 我這是用腦波控制嗎 怎麼可能 我是用我的意志力在控制的 意志力 腦波好像差不多喔 大一點的小朋友或者是家長 你們可以去查 這個在物理裡頭叫做共振 共振的現象在自然界 非常非常的普遍 好啦 那是什麼東西 我們想一件事情 小朋友有沒有盪鞦韆 做過盪鞦韆 有做過盪鞦韆嗎 那假如你坐在鞦韆上面 然後哥哥在後面這樣推你 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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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越大越高 好 我們現在就需要一個推這個擺的作用力 好 那個作用力怎麼來的 其實你只要非常專心的看著這個擺 然後你知道 我們知道 長它擺的就慢 短 擺的時候就快 然後你知道它擺的這個頻率之後 你就用這個速度 這個頻率來想 然後它開始有一點點動以後 你就跟著它的頻率 你可以在嘴巴裡面 你也可以像剛剛做老師這樣 去 回 去 回 你可以用剛剛做老師的做法 呼吸到 呼 吸 呼 吸 可是你的呼 吸 呼 吸 要跟著它的頻率喔 這樣子它就會越大越高 是的 我跟你們講 我們這個實驗喔 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失敗過 所以 欸 各位喔 今天沒有成功 可以離開這裡喔 打破我們的紀錄喔 不行 因為小的小孩子越容易成功 你只要非常專注看著它 然後你知道說 它擺的頻率大概是這樣 你就想著那個頻率 然後跟著它 因為我的想著那個頻率的時候 我的身體會有非常非常微小的震動 那個震動頻率剛好跟它的頻率是一樣的 那個時候呢 能量就被這個蛋白 我們說這個比較蛋白 或是反垂啦 好 隨便被這個豬豬吸收了 吸收了之後它就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所以 只要你有信心 你也可以用念力來控制很多東西 控制一個 Low-tech 所以我們待會呢會平行處理 這邊有一個 High-tech 可是很可惜 High-tech 只有一組嘛 所以我們就小一小二小三 慢慢一路來體驗 然後待會我們就發這個 Low-tech 下去喔 然後希望每一組的媽媽媽媽小朋友都有機會去體驗 如果呢 你弄了半天還是不會動 來 找一下我們的工作人員 找朱老師 朱老師告訴你訣竅怎麼動 OK 可以嗎 這個叫做念力吧 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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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那個長度有沒有限定說一定要急功分槍 沒有 但是 我們這樣說好了 假如說你跟自己過不去 我舉個例子 我跟自己過不去到什麼程度 好 這樣子 你弄個這麼小的擺 這兩個我接受起來 什麼叫跟自己過不去啊 這麼小的擺 擺起來是不是很快 很累 很累耶 你要控制它 這樣子 它才會開始擺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絕對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我們大概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弄個很長很長的 也跟自己過不去啊 很長很長的 待會大家離開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我們那邊有一個大型的蛇 那個白就很長啊 那個單板每次晃過去這樣 那你的呼吸是不是要控制到這樣 是不是很累 OK 所以一定要專心 雖然呢 我們這個low-tech的沒有專注表 那個爆表只是讓你啪 衝上去看你的專心程度夠不夠 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有沒有專心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專注的看著那個 你想要讓它動的那個板 它就會沒起來喔 而且 最後最好是要說一句 非常棒的話 如果你到外面有人拿類似的東西騙你 說 哎呀這個就是本人有練過啊 我有加持啊 我有面力啊 所以你看這個才會對你好啊 千萬不要被它騙喔 然後小女生注意喔 不要人家拿說 欸來 我跟你講齁 我這個練過 我有加持 我有面力等等等等 來 借我一根你的頭髮 啪 把一根頭髮下來 好 給我一件你的隨身攜帶物品 比如說戒指 好戒指戒指 然後就把我的頭髮上 然後就開始了 然後 哎呀你太小了 好沒關係 假設那些小女生 我跟你講喔 我會算命 我就會知道你喔 大概幾歲的時候會結婚 但是你要專注喔 然後就開始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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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 好你轉你轉了八十二圈 你是不是哭了 我八十二歲才嫁得出去 那這個是 這個無傷大壓 它不會讓你損失任何東西 你只是心情不好 我八十二歲才會嫁出去 可是外面有一種東西叫做 能量手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好啦 一個賣你三千塊 有什麼用呢 哎呀 小朋友喜歡吃漢堡對不對 放在這邊 能量手環放上去 喔 逆時針轉了八圈 哇 這個食物對你不好 不可以吃這個 你看我都有測試 全部是騙人的喔 千萬不要把錢從 請幫你掏出來給他們喔 那是有科學原理的 是物理 這樣了解嗎 只要你願意 每個人都可以做出 念力控制的念力版 OK 好 Enjoy 來 大家歡迎玩 HighTech的步驟我們繼續進行 所以如果剛好是你們家小朋友上的話 記得那個照相機啊 準備好 然後幫他加油了一下 好 我們繼續我們的活動 好 看來好像每位小朋友的那個專注力 好像都不太一樣 好 看來好像每位小朋友的那個專注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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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經過剛剛的那個小遊戲 我們有請大概十來位的小朋友上來這樣做一些測試 那接下來應該就是 等一下上來的我們可能就是因為十月關係我們可能找五至十位 我們找十位好了因為每一位只要一分鐘 然後我們會選 嗯 剛剛沒有玩過的小朋友先來測試 那如果等一下結束之後 爸爸媽媽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來做 那 嗯 我先稍微講一下 嗯 Attention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測我們的專注力 它等一下 這個東西是由那種大寶科技 然後做了這些介面 然後 我們可以看出來 嗯 我們這邊有看到紅色的那個曲線 紅色的那個它是屬於專注力 藍色的部分是屬於放鬆的程度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 然後透過我們的這個耳機腦波 然後來看你的 你的整個的 alpha波啊 beta波啊 這個的一個曲線 然後來看看你這一分鐘以內 是不是你的專注程度 專注力的程度 與放鬆的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分數 它最後面它結束之後 它還會有一個分數的評比 然後有一個曲線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那如果你專心度不夠的話 它可能就是分數就會比較低 大概40 那相對於你越專心 它的分數就會越高 然後是整個一個分布表 就是等一下一分鐘做完之後 它會跑出這個數據 給大家這樣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直接 我想請問一下 小4到小6的有幾位啊 舉一下手 剛剛沒玩過的喔 1 2 3 4 5 6 7 8 好 那我們就這幾位 就是有舉手的這幾位 然後我們每個就是做一分鐘的測試 然後順便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這樣 上面那個部分是屬於我們 所看到它的那個波形 那下面這個部分是我們的 對 我們有分α波波啊 β波啊 它能量的高低 那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圖來看 它現在它的專注力啊 跟放鬆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欸 朋友幫我扶著 這個沒有壓到 這個沒有壓到 你看這個有沒有 這個都爬出來 我扶著 好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開始記錄一分鐘 然後我們這一分鐘裡面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的紅色的曲線 跟藍色的曲線 所分別代表的就是 專注啊 跟放鬆程度 它的一個曲線的分佈圖 然後下面是我們的low data 然後我們也可以藉由這些數據 來瞭解 這位小朋友 在這一分鐘以內 他的專注程度啊 跟身體上的放鬆程度 到底是有什麼差別 好 我們就看到一分鐘已經結束了 然後這邊有出現專注的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出 他的專注程度有84分 算相當於高的 那個頭已經沒有看到了 對 他是屬於算專注力高的小朋友 因為他的很明顯的曲部圖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是還滿簡單的 對 不像剛才那個遊戲 專注力好的人很快就可以分出來了 那可能不好的可能會在那個遊戲卡很久 那這個是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影響他的反數 那我們再看他的第二筆 他放鬆程度只有到64 那為什麼他的專注力跟放鬆程度有差呢 因為我們的放鬆程度是取決於肌肉 你的肌電去波 當你壓力越大的時候 你的肌肉就會比較僵硬 然後這時候你的放鬆度就不會有那麼輕鬆 可能或許是小朋友上台會緊張 然後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對 好 那我們再換下一位試試看 好 等一下 沒有啊 你就等一下就幫他扶著 沒有啊 沒關係 你要裹後帶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啊 看到他沒有帶東西 為什麼下面會跑 可是上面的腦波圖卻不會跑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有人知道這個問題嗎 因為我們大自然有很多的 Noise 雜訊 包括連這個燈關也有60Hz的雜訊 所以他會干擾他的一些腦波的行動 所以我們才要藉由一些儀器 把你的微弱的腦波卻取出來 然後才可以做這些的控制 我想問一下 剛剛有玩過的遊戲的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對這種老婆很有興趣呢 有嗎 有沒有興趣 對遊戲有興趣 那你們將來有沒有想要走這方面 繼續把這個發揚光大 繼續走這方面 有沒有人有想要 還是只是想玩遊戲而已 好 那我們看他的專注的程度 喔 他是屬於比較高專注的 那我們看他的放鬆程度 我們好像沒辦法就是說 當你專注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的其他肌肉的訓導可以完全放鬆 這好像是我們好像還沒辦法做到的地方 對 不過取兩個100 那我們比較想要哪一個100 那就因人而異啦 對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他會在最高峰 為什麼他的分數卻沒這麼高嗎 不是 因為他閉上眼睛 所產生的是α波波 不是β波 對 可是他因為他閉上眼睛 他是可能就是專注於思想或說什麼 所以他的曲線圖有部分 大概一閉上眼睛的時候 他曲線圖的部分就會比較高 可是他所要的頻率是β波 不是α波 所以會變成這樣 那我們看他的放鬆的程度 也是還蠻低的 好我們直接看下一位 然後在這邊我跟各位分享一件 就是我在科技狂想 有時候在紀念堂遇到的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是我們有遙控車還有飛魚 有去看過都知道 然後因為我們有時候會有那種 國中啊高中啊的那個 會來教學還是什麼 對小朋友就來玩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那邊看嘛 然後就 有一群的高中生 他們就這樣比 看有沒有人有這個訊號 沒有訊號 沒有這個訊號 他們就來笑他是不是囊慘還是怎麼樣 對對對 然後想跟大家澄清喔 呃 不是說沒有訊號 就代表你的大腦有問題 對 只是 因為可能就是你比較誘發不出來 這一塊視覺屈喪 或者是怎麼樣 對 不見的是沒有訊號就是腦袋有問題 對 這只是想跟大家澄清 因為我看那個高中生 好像被娶笑得還蠻慘的 從遙縫車玩到飛魚 然後飛魚也是沒訊號 對對對 然後現在我那時候急死 我就跳出來幫他澄清一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比較好受 對 然後不過把這個觀念 也跟所有的各位講一下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齁 就是我們的團隊 政要團隊 我們由我們李老師帶你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走 對劍動人協會 然後我們必須就是要 欸我相信有些人都有聽過 對對對 我們就是在一位劍動人 因為他們畢竟已經沒辦法 就是對對 所以我們利用他的眼睛視覺區 然後我們做一些閃光的方式 對 來讓他們就是可以 對可以遙控一些東西 包括可能就是開關電燈 這是比較簡單的 或者是 欸例如我們剛才的遙控車 讓他們走出戶外 因為就那台遙控車的攝影機 就當作他們是靈魂之窗 對 讓他們體驗到外面的世界 甚至他們不用出門 就可以體驗到外面的世界 所以啊我自己有在想一個問題 不是 像我們以前小時候啊 不是小孩子都會假裝五歲啊 就是假裝五歲睡著 然後等爸爸媽媽去做事情的時候 然後趕快爬起來要打電動做什麼 那因為有這種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阿發波 阿發波的平台是 閉眼就有 可是沒有睡著 那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方式來 設下我們的小朋友這樣 對啊包含就是比如說 欸你開車的時候 就你的勞累的程度 你也可以看阿發波 這個部分 欸你如果真的很勞累 你阿發波到達一定的指標 那可能就是會有一個警訊提醒你們 阿是不是不要開車會比較好 對未來這個我相信 應該會慢慢一步一步的走入我們的生活化 一定要連電腦來 沒有沒有 我們中正電腦廠是做到已經是當晶片化 當晶片化 對對對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零組件啊 電阻 然後一點它的電路 然後就可以實現到 然後可能一個小螢幕 才會讓你知道 或者是我們還可以做更簡單一點 亮紅燈或亮綠燈 紅燈就提醒你可能就是已經有到達 疲倦的標準 對疲倦的標準 對綠燈的話就還可以 好剛剛那個放鬆才50分 好我們現在換看最後一位小朋友 因為我想我們現在的科技 每一樣每一樣 它好像已經到達差不多的一個頂尖的技術 如果要再突破 可能需要有再另外的研發 還有可能 那因為我們現在大腦這一塊 的控制這一塊 然後又發生 好像是現在才起步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就是5年500億 投資生意產業這一塊 那可能未來5年10年 可能會做的技術會比現在更好 對啊我們團隊只是一個新的開發 然後走這一塊 然後我也看到好像還蠻多的國外學者 甚至我們台灣很多的學校 也有在做這一塊 然後做最後一個結尾 好我們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的大腦有分好幾區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對不對 主要運動區 還有一些嗅覺區 那我們現在我們有在做的是 嗅覺運動 運動分 你正在運動 比如說手指頭在動 還有想像運動 當你要想 你要動的時候 的那個訊號來源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一塊 那還有我們現在我們的 團隊比較成熟的就是視覺區 主要視覺區 做一些賞光 然後讓它誘發 對我們現在就是分為這麼幾樣 那我們當然 是不是還有很多的區塊 都還等著我們去開發 等我們去運用 那也有可能搞不好 在座的這些小朋友 將來有機會 從事這方面 可能也是會等著你們來開發 因為這只是一個新興行業 剛起步的腳步而已 好 那我剛才所說的就是我們可以運用 這一些腦波的東西 來對這一些病患 然後甚至將來一些 就是行動不變的人 然後也可以做 那像我知道 我有看過 有在醫院裡面 輪椅 GPS定位 用腦波 直接用眼鏡 看我要去哪裡 醫院各個層樓 那個輪椅就自動幫你推到那邊去 對 這是未來 這只是一樣而已 然後相信還有更多樣的是 靠我們想像力 靠我們的技術 來呈現這一番 這一些事情 然後這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出來的 所以還蠻期待 剛剛有上台的各位小朋友 搞不好你們有什麼特別性的想法 好 蠻感謝這一次那個 朱老師的協助這樣 好 謝謝各位 那如果等一下 我就是要再繼續的話 我可以在這邊 把儀器留在這邊 然後來協助各位 再看你們的專注力 放鬆程度 好 謝謝各位 喂 OK 好 其實聽完這個 智聰的整個這個 今天的演講 是我很緊張 我為什麼很緊張 我怕以後 我台下的每一個學生都有念力 然後他們就集體發功 然後就說 老師浮起來 老師消失 老師著火 怎麼辦 很怕 那今天 今天這整個就是 我們待會還是會留一些時間 給剛剛沒有體驗過的朋友 可以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 都可以來上台來體驗 然後因為剛剛有朋友問到說 欸 朱老師啊 你剛剛不是說你們有一系列的念力嗎 那剛剛我們秀了一個 在LOTEC的 現在還是LOTEC 這個很有趣 如果我們把這個做為今天最後一個小遊戲 然後我們就結束今天的活動 我做了一個管子 這間管子呢 中間有一個隔板 大家都有看到是中間有一個隔板 對 有一個隔板 然後呢 一進到底 就是中間沒有剪接 我們就塞一個球進去 塞一個球進去 好 那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就 看過了不要破我的梗 我們現在就利用念力 讓這個球 瞬間 穿破這個板子 仔細看 我沒有注意到 下面講這個 我還有另外下面講這個 這也是我們念力系列的 其中一個很受歡迎的 這樣 怎麼那麼多 OK 所以小朋友眼睛不能傻 看過了不能破我的梗 來 以前只有一套 對 每套四萬多就沒辦法 等一下 沒關係 因為他的重置 空了嗎 再來指老師上來解我一下 真的是空了嗎 不管你今天還是老師吧 這是空了嗎 好 你說過去可以 搞不好回來不行啊 來試試看 反向 來來來 再換一個東西 我做了一隻魚 小魚 小魚 透明的喔 有一點透明的小魚 這小魚放進去喔 也是念力 這隻念力呢 不讓他過去而已 是讓他從這個空間 換到這個空間的時候 他就變身 變身聽得懂嗎 變身啊 身體的身 仔細看喔 看到咧 他們是透明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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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看到什麼顏色 對啊 沒關係 他已經進到異次元的空間 就變身變黑色 再回來 本來又是透明的 好 剛剛誰說是空的 本來就是空的 那是世界設設 裝好影片 欸 好 這個原理呢 歡迎 我們所有工作人員都有穿制服喔 有一個史上最短的物理網址 歡迎上那個網站去找答案 這個呢 關鍵字可以搜尋偏正片 這是一個光學的錯覺 也跟我們下個禮拜的這個題目 有一點點關係 所以歡迎大家下個禮拜 繼續來參加我們家的科學觀察 最後呢 我們非常謝謝 今天正宗帶給我們的這個節目 然後 我們科學教育中心這邊 準備了一個感謝中央你好給他 然後也請各位朋友幫我們填寫下問卷 讓我們活動可以越來越好 那也記一下您的手 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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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製作塔會繼續留下來 所以剛剛沒有體驗的朋友們 歡迎你們到這邊來陪 這個我們可以體驗看看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ちょっと順便 一個追…